如果我們根據美國運動醫學會的建議 我們小朋友 包括青少年 就是建議他們每一天做60分鐘的體能活動 如果我們參考一些建議 他們都是建議小朋友 進行大約中至高強度的體能活動 如何分別中強度和高強度 我們可以簡單地做一個talk test 我們做運動時會喘氣 出汗 心跳加速 我們在喘氣的中途都可以講到一些短句 為之中強度 但當你發現喘氣的程度是喘到 說不到一些短句的話 我們就可以叫做一個高強度的運動 現在因為受疫情的局限 我們的運動選擇比較少了 大多數會在家 或是在家附近 做一些運動 我首先會很建議跟家長說 家長的陪伴是很重要 無論是吃完飯 或是放假 多些跟小朋友出去接觸戶外 逛逛也好 或是坐在戶外的地方 大家在這裡聊天也好 都是陪伴很重要 例如在家裡一起做一些運動 看一些運動的短片來跟著做 都是很好的選擇 所以家長一定要做一個很好的榜樣 多些做運動家長自己本身 讓小朋友知道做運動是一件正面 開心 是一件有趣的事 小朋友就比較容易建立這個興趣 跟大家分享四個在家裡都可以做到的動作 無論是小朋友還是家長都可以一起做的 第一個很簡單 我們做一個心瓶 心瓶大家都大約知道是甚麼樣子 兩隻腳先闊肩膊 然後我們向下樽的時候 我們的屁股少少向後推出去 我們這次就加上手碰地下 動作好像蜘蛛盒landing的動作 我們下去的時候吸 上來的時候呼 至於做多少下 我們就可以做大約30秒至1分鐘都可以 或者做到累就可以了 做這個動作要留意的時候 想多一點就是我們的腳來用力 大腿前面 這個動作除了有效強化我們這個大腿前後之外 屁股都會參與到的 記得上來呼氣 還有記得背部不要曲 要挺直的 停胸 收腹 好 那我們第二個動作 會做一個Ski滑雪的動作 我們都是訓練我們的下身 下肢的肌肉 屁股和大腿前後 用來做這個動作 我們先把一隻腳放在前面 哪隻腳都沒有所謂 然後我們將它微微屈曲 後面那隻腳就把它放在我們7點鐘的方向 身後 上身傾前 隻手碰鞋面或者碰地下都可以 好 然後站上來轉腳 身傾前 然後背部記得不要曲 背部要直 上來 前腳用力 將隻腳盡量放斜一點 後面那隻腳可以放鬆 不需要將它伸直 或者不需要刻意將它屈曲 大家會感覺到 背部的用力 參與度會比之前的深蹲多一點 好 那我們第三個動作 就會做一個登山者動作 Mountain Climber 這個動作可以鍛鍊我們的 core muscles 和我們的心肺功能 令到我們的心跳有一點點上升 我們首先將兩隻手伸直 按下 好像一個掌上壓的姿勢 然後兩隻腳都伸直 記得我們按那個位置 我們一隻手手根去到肩膀要直 就不要讓它這樣扯上去 屁股按下 以及留意腰的位置 不要讓它咬腰 將我們這條腰粒的位置 弄平它 之後將我們的膝蓋 拉向胸口位置 下去 拉上來那刻呼氣 下去吸氣 做的時候 可以打算肚子用力把我們人扯起 最後一個動作 我們會做一個up down plank 我們首先儘量手曲起 按在梳化的位置 然後我們先伸直兩隻腳 記得不要讓屁股掉下去 也不要跌得太高 跟剛才的動作很像 這裡儘量都是直線 不要讓它斜得太厲害 然後我們身體好像塊板一樣 整平它 是直的 然後我們把手 按住在梳化的位置 撐起 呼氣 下來吸氣 好 轉手 這個動作除了練到我們的核心肌骨之外 也是練到我們的手 和胸肌的肌肉 各位AM730的觀眾大家好 我們是COLOR 新一年祝大家 心上事成龍馬精神